8月23日,看似借鉴暑期吻生普通的一天,而又是全球无数球迷,值得狂欢的一日。 今天是NBA伟大球星科比·布莱恩特的生日,1978年出生的小飞侠,如今,已成为40岁的黑麦巴。 在这40年里,他用一半的时间谱写了世界篮球史上光辉的一程,为无数球迷心目中留下关于篮球美如画的概念,所有球迷都应该忠心祝他生育快乐。 在这个休赛期,其实不止这一位球星生日,台尔特人、民宿包伯库西、海军上下罗宾逊、魔术石约翰逊的生日都在这个夏天。 那么,NBA球星的休赛期生日都是怎么过的呢? NBA TV全天播放科比录像首先来说科比,科比的生日每一年都被NBA官方重视。 不只是球迷,各大媒体也纷纷为老科送上生日祝福。 而在8月21日,NBA官方宣布,在今天NBA TV将全天播放,与科比有关的内容,从比赛到采访,所有人都可以在这一天,满足地重温属于科比的光辉岁月。 而放映整个NBA历史,能获得如此待遇的球星,是数超级中的超级。 魔术石约翰逊开派对中心祝福在8月15日,去湖人民宿爱尔文约翰逊的59岁生日,而魔术石也忙里抽鞋,在当天取新了生日派对,并邀请了亲朋好友。 在这一天,不止是湖人官方发出祝福,老板珍妮巴斯在社交媒体上发出,祝福我的朋友,我的精神支柱,我最爱的酷畏魔术士,约翰逊生日快乐,刚刚扎摸湖人的勒布浪也发推,生日快乐,传奇。 湖人民宿奥尼尔更是发出,他曾经与魔术师并肩作战的旧长,感谢魔术师对他篮球,事业以及生活中的指教。 斯坦利请乐队为装神演奏相较于魔术师,装神德拉蒙德的影响力微乎其微,而装神过生日的场面可不去与魔术师。 在2月11日装神,因来25岁生日,自己还在家中光着榜子玩呢,而队友斯坦利约翰逊竟然请来了一支乐队,在他家门前演奏起来,终是给了装神一个大大的惊喜。 祝福这个年轻的实力内线,能够远离伤病,重圣国赛辉煌吧。 Fiber NBA官方,马次官方为马鲁庆生在7月28日,一向严肃认真的马次官方连连上传了多张马鲁吉诺比利的PS照片,十分花哨,十分隆重地,为功臣马鲁庆祝自11岁生育,而同一天,NBA官方推测,以及Fiber官方Instagram也发出了这同一张海报。 为马鲁庆生,如此排场也配得上这位功勋等身的老将了,曾经率领国家对战上美国梦支队的壮志,仍然在潘塔斯山间传唱,为马次付出一切的忠贞,也依旧被圣城求您歌颂,加里佩顿夜变狂欢。 而在7月25日,有一位民宿宣布奔六,他就是加里佩顿,而依旧十分爱玩的手套老爷子在拉斯维加斯的夜总会,举办了盛大的生育派对。 现场好友,女郎狂欢,场面十分欢欢,只说老爷子玩嗨了,现场还撒起了钞票,50岁了还这么疯狂的手套。 年轻时在场上有多少激情,可见一斑了,最后不得不提,今天还有一位兽星,那就是我们可爱的豪哥了。 林书豪如今已经整整30岁了,祝福他能够早日摆脱伤病困扰,在亚特兰大老鹰在线林疯狂,叶异。